今天我们来看看那个横折的写法 横折在凯书之中用的比较多 尤其是转折的时候是最能体现功力的地方 所以写横折呢 有这样几个个点我们需要掌握 写横折之后 在转折的这个地方 横折 钝笔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条线角度不能太过于夸张 你比如说提这样钝笔了 这条线角度过于低垂 整个的字式呢就会受到影响 写横折 顺风入笔 到了这儿提 钝 压住笔峰之后 把它调整成中峰 压住笔之后 你只要把它那个力量 不要骤然提起 骤然提起 它就会出现一个像钉子一样的钉头 那么我们以门字为例 写门字 按照正常的正确的笔顺 应该是先写数 钝笔之后 写左边 横折 压住笔 横 稍微有一点条 然后右侧 写数之后 横 折 钝笔之后 你看我压住笔峰 向下行笔 钝笔之后 出钩在写中间的两个小横 这就是门字在写横折的时候 如何处理 我这就是门字在写横折的地方 感谢观看